我第一次聽到有風濕 不是老人家才有嗎 為何我這麼年輕又會有呢 但醫生說不是 你這個強直性脊椎炎是風濕科的 其實是在你們的年紀開始的 莊先生 Cliff 今年39歲 比確診幻想強直性脊椎炎時只有14歲 當初我最初開始痛的時候 是11歲的時候 我很記得是一邊的風關節痛 後來家人帶我去看家庭醫生 家庭醫生都不知甚麼事 覺得我是撞傷或扭傷 他開了一些消炎止痛藥給我 吃過之後舒緩了一兩個月左右 我痛完右邊 左邊的風關節又再痛 反覆幾次之後 Cliff 獲轉介去看骨科專科 但仍未找到原因 輾轉三年後入院檢查 由內科醫生會診 嚴血之後才確診是強直性脊椎炎 我們的脊椎健康的時候 應該是一折折中間有一些空位 我們這個病 其實影響脊椎就會令到它發炎 強直性脊椎炎 是因為自身免疫系統失調所致 上見的發病年齡是20至40歲 例如 Cliff 這麼年幼的發病個案 比較少見 其實強直性脊椎炎的特徵 就是由底下關節開始 就有發炎的情況 而長期發炎的話 就會導致關節融合 而這個過程也會隨著時間慢慢向上移 關節長期發炎 會刺激新骨增生 患者的脊椎最後會連成一塊 活動能力會受到限制 由發炎到關節結構出現變化 一般大概要五年 就會變硬了 影響到你的活動幅度 咬前咬後也會有影響 我可以做到一般人做到的事 但可能方法不一樣 我喝冠裝汽水時 我的腰、頸都無法向後咬 我唯有用膝蓋去遷就角度 來喝最後一口的汽水 因為脊椎受損和活動幅度的限制 我沒有辦法像別人脫鞋帶一樣 走兩步會污下身就綁 所以我現在的鞋帶我都會綁死裂下去 讓它不要脫掉 老實說未試過吃止中藥 可以令到它完全不痛 有一次過馬路的時候 就突然間很痛 痛到完全動不了 關節鎖住了 我直接要在安全島上站在這裡慢慢鬆 然後才可以過一半的斑馬線 真的想過會有坐輪椅的需要 想到很差很差 確診之後 Cliff一直都是服用傳統的抗風濕藥 和消炎止痛藥 但因為這些藥物 對控制脊椎發炎成效比較低 所以病情仍然會惡化 其實初期來說 他們的治療的選項也比較少 莊先生也未有很早期接受生物製劑的治療 其實脊椎已經出現了一定的融合 腰椎的活動範圍已經受到明顯的影響 我們希望患者可以早一點接受治療 用生物製劑的優點來說 就是可以很有效 去壓抑關節發炎 預防這些強制的情況 現在用了生物製劑大概一年多 很明顯起碼睡覺睡得好了 不會說在睡覺的過程中間要痛醒 轉身會很不舒服 即是直接要人全醒來轉身 我都聽過一位醫生說 你這個病沒辦法 你一定要做運動幫助自己 拉筋活動或一些合適的 柔軟體操來說 可以很有效 保持關節活動能力 亦可以舒緩痛和緊的不舒服 我病發的年紀很小 當時我會覺得 只要乖乖聽話 聽醫護人員的吩咐 定時吃藥接受適當治療 病情一定會好 其實到現在我都是這樣想的 都是平常侵 因為病其實真的會和你一起走下去 我自己沒有說要如何克服它 要如何戰勝它 其實跟雙方感冒我會覺得差不多 我只不過是雙方感冒 你吃一兩次藥就會好 而我這個病只是保持藥 就麻煩 就麻煩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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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